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十方善知事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 今天是我们秉申连公祝王残老祖 圣诞千秋 护国息灾 水路大灾大发挥的第四天 在这三天以来 我们购戒 十方善言善信大德文 胡老虚幼 欢欢喜喜的来到残岐三仙 我是总本山 点香 祭拜自己的祖先 供养金银财博 宫念三宝师 宫念忏悔文 超度文等等 都充满到一家和谐的瑞相 我非常的感动 尤其我们台湾活教会理事长上名下定大和尚 他也时时在巡视的西坛一手 因为我今年脚受伤了 不方便呢 明定大和尚他很慈悲乐 就带我寻守过谈 各位法师的慈悲 申回忆供养 诵经 为过界祈福 为各位的首师公社的列祖列宗朱祖灵 还有吴远祝世英灵 住家公堂地基族 累劫冤亲债祖族 堂上祖先 双法界三界万灵 无数男女孤魂众等超度 养将活力 加持冠定 拿着星开一节 接着水火往生 极乐净土的彼岸 那么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每天来参与法会的 死亡善信大德们 都非常的诚心 从这里就会看出来 天下一家亲 是要从追根溯源 诸多刘芳 祭拜祖先开始 明养两届一定要解冤世杰 尤其我们好多好多的 冤心在主的联会 我们各位十王善之士 我们所有全世同修 很虔诚的祭拜共养 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那么当下我们有姻缘有机会 我们就要解冤世杰 那么今天法会已经第四天了 外谈 各谈的等一下 会有我们的主播 谭杰云贤士 为各位来介绍 各谈的教的真实义 那么我们现在 在禅吉山先活室 后面呢 松林的地方 我们现在准备下午要普桌 要普度施放宴口 这里呢 因为我们的空间有限 今天呢 我们要祭拜 供养的有三千桌 三千桌 务必要有非常宽广的空地 来供养 由我们的法师 带领着义工大队 还有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 在这里任老任怨的 来布置 普桌 来供养列祖列宗三界万灵 我们所期望的是世界之饥饿 以战争的消灾化解 都能够仰仗活力 仰仗宗教的 慈悲 宗教的修行力量 然后呢 我们从内在心灵 和四天的恩恋情从 解缘四节 所以我们在松林 这个地方呢 告诉各位 十旺散之士们 我们松林 自在先佛寺的后面 迷头讲堂后面 这里我们全部都种的松 若是各位十旺散之士 你们有时间可以来拜拜佛 来拜王山老祖 然后到这里 来走一趟 把身心安顿放下来 把烦恼放下来 屁股拍拍 下山再打拼 这也是我们法会的真实意 所以我们法会 不是只有借着诵经来 会有会佛会心会主灵 而是用大自然的和谐环境的 也可以来会佛会心会主灵 时时刻刻都在法会 所以今天我们法会第四天 我们各界的 我们贤士同修义工朋友们 尤其在一场的 所有的我们的相机组的同修 也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每天我们煮多菜 快饭了 几乎快煮来煮不及 因为回来来这里 享用早餐 中餐 晚餐的 所有贤士同修 很多很多都是带着 我们的主灵 带着我们的冤亲寨主 一直进入大灾堂 在这里来享宴 虽然我们吃的不是很好 但是里面都有价值力 有东厨师命尊君 和诸佛的价值力 我们人吃了 我们心就是像宇宙虚空那么大 我们有好多好多我们的列祖列宗诸主灵 在我们心中 那我们当下一面听经 一面文化 一面享用 我们大灾堂手共的 这个灾食 分享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主灵 各位微卿贤士同修 各位时光散诸士 水入法会的真实意 在道家叫做讲的楼天大教 楼天大教 就是当一个地方 庙的附近有发生灾难 就开始发愿 祈求祈天 我们要做一个楼天大教 来报答天恩 但是为法律心圣教 王产老祖开示 不要等到有发生灾难 你再来做修行 楼天大教 或者做水入法会 做到来不及了 叫黄焕与未然 欲其无所生 那么欲其无所生的最高境界不够 就是用意 用意 用将心比心来应心 所以我们水入法会 我们每年 我们都是 都继续的 来做这个水入大法会 尤其我们的维心闲事同修 到昨天 我们一起恭送 鬼谷先书天德经 祈求消灾化解 防止世界之鸡恶与战争 宋经到昨天 已经圆满了1250万部 这个恭德天 我们来向王产老注射以外 将这1250万部的经 把我这功德来回向给各位的列祖列宗 荣天护法宝苍生化解干锅其战争 愿人心相疼爱 同其世界永和平 由宗教的修行力量开始 本节目由土城安心道场赞助播出 各位维心闲事及各位所望三知识 水入法会的真实义 大万四千个法门 是尊重人性 尊重重真性 尊重佛性 明阳两界 虽有华眼自性 可惜我们世间人太愚昧 无知 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把别人压得扁扁压滴滴的 这个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也不是真正有修行的人 所以水入法会 入海空 明阳两界的众生们 在世间 几十年的岁月 都有造了很多的渊渊 二月 才有今天的相报 那么佛慈悲 王产老祖慈悲 只是本维心圣教 要办六十年的水入大法会 而且我们要公送诸经 来供养双法界 三界万灵 明阳两界 既能成天微光 诸佛菩萨的慈悲 将出灌顶 顿悟自性 华眼自性 那么今天现在我在佛前 前面对着我们法会的华眼经 华眼坛 由高僧借斗 在里面入定 眼耳鼻舌身 用眼官来修华眼经 华华经 然后进入第六的义列 到了第七个直左七直 进入第八四田 进入四田 藏一千万华 然后再转师 家出灌顶 给无量无边的众生 皆能心开意结 顿悟无声哗然 皆能悟了自性 体悟自性 花开见佛 见性成佛 所以今天我们法会第四天 够谈的法师 用毕生所修行的功德力 借着这个法会的姻缘 来加持灌顶 再加上我们当下用这么多的谱桌 每天有三千桌 栽死供养 明养两历 然后最后 心开意结 花开见佛 佛在心 就有如我背后的 这真佛 如来佛 那么周围 今天有五百个阿罗汉尊者 代表众生有五百个众生相 都有一个佛心 所以我们 希望借着水路华会的姻缘 希望今天 由我们谭杰云主播为各位 借着介绍外谈的 法师诵经的真实意 也是在唤醒 明养两界 列祖列宗心灵的自信 都是佛的化身 法身汉盛盛 为了我们 水路华会的 功德天 能够加持冠鼎 稍有三千万年 各位 唐上列祖列宗 朱祖灵 接着 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佛净土 灵归净土 了脱生死 以为本愿 也欢迎 各位 十方善知事们 我们这一谈的 法会七天 七谈一首 在星期六 我们就圆满了 然后 奉送法船 将所有 维心贤士所 恭送的 鬼谷先书天德经 一千两百五十万部的功德 全部 奉送 回向给各位的 所求 回向给地球 上的十王化界 明养两界的众生们 皆能夺度 皆能夺越 皆能超越 生死之后 立寿大川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活净土 来我们欢迎 今天 大家看了之后 了解到 礼拜六 你们可以来参加 你们可以来参加 来奉送 法船 凡是你们有参加 奉送 主灵的 超度 冤亲 在族了 超度 英灵 超度 祖先 超度 地基族 超度 构界 无数 蓝鱼 孤魂的 务必 很诚心的 回来 奉送 朱灵 能够 往生 希望极乐 世界 佛净土 这极是 功的 无量 那么 我们礼拜六的 奉送 是下午一点 那在我们 先佛寺的 第三停车场 搭到坛城 搭到华船 由 我们的 华师 涅潭道登大和尚 带领了所有的 八十几位高僧界斗 有明定大和尚 带领 还有我们所有的 维心贤士同修 华师们 一心 奉送 一心奉送 灵归净土 他以为 本愿 祝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维心圣教传基山仙佛寺 其见秉申年水陆报恩大法会 自三月二十五号到四月一号 历时七昼夜 邹门闲事同修 十方善信大德 无不把握这一年一度的大斋盛会 为往生亲友 累世冤亲债主 无缘注释英灵 及家中地基主等 公设超见联位 听经文法 授纳斋传供养 表达内心的感恩与忏悔 也祈求阳士亲友 一切平安顺遂 来到水陆法会 除了拜灿祈福 也可以到外壇 跟随法师一同诵经 将功德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亲友 本身也可以得到佛菩萨的护佑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 水陆法会设坛诵经的真实意 法会的主要核心是内坛 由佛教界高僧戒德主法 将外坛所诵金灿的功德 回向给十方法界 外坛则是依众生的根气 以及因缘而产生相应 共分为七坛一锁 锁颂金灿亦各不相同 首先介绍的是梁黄坛 梁黄坛也称为大坛 是水陆法会中非常重要的坛场 门口的对联清楚地提醒我们 往昔所造恶业 苦因自身造 这也是一千多年前梁武帝 创建梁黄宝菜的原因 梁武帝原名消炎 她的原配西夫人 因为嫉妒梁武帝的测试 于是起心动念 说话都像毒蛇一般 三十岁那年 西夫人突然往生 因为生前心怀称恨 死后就堕入畜生道 成为一条大蟒蛇 西夫人知道自己所犯下的夜阴 心中非常忏悔 于是托梦给梁武帝 请他念在夫妻一场 帮他超度 梁武帝请来保治公禅师 以及十位高僧大德 翻阅大藏经 把其中所有的灿文 收录下来集中成十本 统称为梁黄宝菜 当他为西夫人 举行灿悔法会结束时 西夫人立刻脱离畜生道 成为天女 还来向梁武帝道谢 从此以后 梁黄宝菜就开始留步天下 直到今天 依旧是佛教中 相当重要的灿悔法门 在梁黄坛中 可以看到五色牌位 黄色代表梭婆教主 本师释迦牟尼佛 金色代表西方街影 阿弥陀佛 蓝色代表 当来夏生 弥勒尊佛 绿色代表 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红色则是代表 本省省主 献旨成皇爷 由这五位重要的神尊 发挥大威得力 将法师的诵经功德 回向给六道众生 绵羊两界 共同发入忏悔之心 许多夜报 就能得到化解 在梁黄坛的佛事 进行到第四天时 还有放生的活动 残阳不杀生的菩萨界 并且将功德 回向给法界众生 此外 梁黄坛还有每天晚上 五点到八点半的宴口 也具有相当殊胜的功德 在稍后的节目中 我们再为大家 做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介绍的是 华言坛与法华坛 这两个坛场 就设在仙佛寺的龙藏 也就是典藏全套 佛教大藏经的地方 供奉的神尊 称为华言三圣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右边是文殊菩萨 左边是普贤菩萨 华言坛密送华言经 全名叫做大方广佛华言经 它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为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以及十地以上菩萨 所开示 内容讲述佛的国土世界 与菩萨修行法门 并记载释迦牟尼佛应地修行 及如何成就佛果 也就是佛陀的开悟境界 而法华坛主要就是密诵 法华经 法华经的内容 多半是辟喻与象征性的故事 是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 所讲的法 鼓励我们人人皆可成佛 华言坛与法华坛都是用密诵的方式 并不出声念读 但因为有诚心感应 所以他的功德力跟念出声音没有差别 密诵的时候 一般人不能进入拜拜 因为法师是以最虔诚的心在看经 人员进出会扰乱道心 所以护坛者会阻止信众进入 如果有心理佛 只要在门口问讯即可 继续介绍位在极乐殿的 冷言坛与朱金坛 在这个合一的坛场中 法师同样采取密诵的方式 冷言坛送的是冷言经 冷言经讲六根与六尘 六根是眼耳鼻舌深意 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 当六根不受外境的六尘干扰 就是修到了一定的境界 如同释迦牟尼佛在修行时 常常受到魔考 冷言经就是教大家如何破除魔考 这也是修行者最困难的地方 要是能做到六根清静 也就是菩萨的次第了 朱金坛主要攻颂圆绝经 金光明经 佛说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等大圣经典 借由诵经的功德 与诸佛菩萨越力相应 并将诵经功德回师法界一切有情 十六道众生皆能蒙佛加持 普得利益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 介绍水陆法会的外坛 严寿坛 位于维新圣殿内的严寿坛 送的是药师金 我们都听过 消灾严寿药师佛 在药师经里面有讲到 只要人有病苦 或者是没有药可以医治 只要前程送念药师经四十九部 点药师灯四十九盏 中间一盏母灯 七天之内送完 灯不可灭 病就会痊愈 因此 药师佛又称为大医药王 在严寿坛中 设由大功德主长生入味 保佑身心安泰 事业顺利 十方善性若是有所求 也可以到严寿坛入口处 索取祈福文书 按个人所求之事 向神明祈祷 只要成心 一定可以满愿 七月南天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人和一共同众众 天人和一共众 剑人建成荆土 天人和一共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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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将凡尘 天人合意 合意天之转发的 几月南天三十三 天皇将凡尘 天人合意 合意 合意 两难愁与恨 继续介绍到净土坛 净土坛供奉的主神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因此在净土坛中 设有水路大法会所有的超度联位 包含历代祖先 冤亲债主 无缘住世英灵 住家工厂地基主 个人依附灵 十方大联位 以及个人近期往生亲友联位等 平日有法师恭送佛说阿弥陀经 让连坐上的朱灵都能在此听经文法 授纳法宴供养 新开易解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净土坛是一个圆满的坛 它是我们反省过去 改变未来的地方 当我们站在连未前送读记文 除了感恩生命所给予的种种考验与课题 更该忏悔往昔所造诸厄业 得饶人处且饶人 才能开启未来更顺遂的人生 净土坛为了服务广大的信众 设有连未查询系统 只要输入连未编号 就能知道资料是否正确 确认无误之后 点箱 带着现场所提供的流程表 依照顺序完成拜拜的手续 供念记文之后 就可以领取三宝丝 画给所供养的元位之灵 只要有空 可以天天来净土坛祭拜 或是跟随法师诵经回向 同样也是名阳两地的大功德 天南天三十三 天荒江南争 天人合意 化解世界无战争 天南天三十三 天荒江南争 天人合意 天荒江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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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合意 昨天人满 七月南天山西散 天荒将凡生 天人可依 天地不莫尽养心 五月玉黄大天沉 接下来介绍到寒灵所 这里是提供给各路孤魂游灵 在法会时的栖身之处 这些孤魂游灵在往生时 没有家人带为安奉联位 也没有人帮他们在旋路法会 把剑超度 因此宗族会员禅师发大悲心 特别在法会的坛场中 专门设置一间寒灵所 每天由三位法师送佛说阿弥陀经 让孤魂能够安活力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火源禅师曾经开示 法会设置寒灵所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告诉当下的年轻人 做人不要只贪图眼前的享乐 也要顾虑未来 结婚生子是一件好事 要是没有后代 百年之后无人祭拜 就会变成游魂四处游荡 只能仰仗机缘 让佛菩萨的威德慈光来超度 养儿育女虽然辛苦 但是到老年会比较心安 而且传宗接代 也是一种孝心的表现 在寒林所的左方 另外设有知会长辖内 何静平安坦承 里面供奉有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全国知会长 祈求何静平安留位 知会长就等于是当地的守护神 法会期间 所有知会旗回归到总本山 代表三千多位知会长辖区内的法界众生 也跟随着来到先佛寺 听经文法授纳供养 尤其本教的知会长 用心护持基金会的运作 非常辛苦 也需要被保护 若是该辖区内 沾挂显示不平安 就要设联位 请各地神圣来护持百姓的平安 以上就是在雪鹿大法会 设置外坛 七坛一锁的真实义 在下段节目中 将为大家介绍的是艳口 有关于艳口的传说故事 欢迎继续收看 本段节目由嘉明 传基山仙佛寺秉申年水陆大法会 在七昼夜的佛寺期间 除了摘天当晚 共僧摘 以及最后一天送圣之外 其他五天 每天傍晚都有艳口失实的法仪 也就是以食物布施 艳口这两个字 是对恶鬼道众生的形容词 艳口又叫面燃 也就是形容脸像烧焦一般 而且体型枯瘦 喉咙像针一样细 不但无法进食 讲话的时候 口中还会吐出火焰 这都是因为生前坑令 所导致的夜暴 在佛陀注释的时候 佛的弟子阿难 曾在入定中看见艳口 模样非常恐怖 阿难很惊讶地问他原因 恶鬼告诉阿难 这都是因为我生前太过坑令 贪心不知足 所以往生后才堕入恶鬼道中 变成这样的身形 常年受恶 备受诸苦 而且恶鬼还告诉阿难 你三天之后就会命中 而且会跟我一样堕入恶鬼道 阿难听了非常惊恐 急忙向佛陀哀求 希望佛能救度他 于是佛陀就为大众说 无量威德自在光明 如来陀罗尼 以及施食之法 并告诉阿难 只要诵持此咒七遍 同时施食给横河杀树的 恶鬼道众生 集诸圣神 则非但不落此道 还能延年益寿 诸鬼神等常来拥护 欲世吉祥 所以艳口有召请十方三世 破地欲咒 开咽喉等功德力 由于恶鬼的作息时间 是晚上五点到十一点 因此 施食的时间也要配合 才能真正让恶鬼道众生 得到饱足 在雪鹿法会中 施食宴口的地方是凉黄坛 大约在下午四点 就要将连位由净土坛 引寝至凉黄坛前的宴口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神 mandated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由主法法师率领僧众 诵念瑜伽宴口诗诗要集 仰仗佛菩萨的大威德力 帮助恶鬼能够进食和得到超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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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可发大菩提心 努力修行已成佛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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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